一个美国天才数学家在澳洲离奇死亡 警方却一直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 30多年后 家人请来了豪华调查小组 发现案件背后还隐藏着几十桩同类案件 最终更是成功找到了凶手 然而网友们却开始怀疑 这个凶手可不一定是真凶 欢迎来到凡友所想 我是小帆 如果你也是一个喜欢犯罪和神秘故事的同道中人 欢迎关注这个频道 让我们一起探讨人性和真相 在距离悉尼市中心十多公里的海边 有个叫北角的旅游景点 是澳大利亚一处国家遗产景区 在这里的海边不是阳光沙滩 而是陡峭的悬崖 某些地方的悬崖高度高达几十米 而悬崖下方也堆满了石块 如果有人不小心掉下去 那只能是凶多吉少 1988年12月 一位澳洲当地人在北角悬崖底部 发现了一具赤裸的男性尸体 经过警方调查发现 这名男子名叫斯科特约翰逊 十年27岁 来自美国洛杉矶 前不久刚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毕业 攻读应用数学专业 在同学和教授眼里 斯科特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数学天才 才华横溢又温和谦逊 和他一起写论文的一位同学 称他是大师级的学者 将来必有大作为 而这位同学 后来也成了著名的哈佛经济学家 斯科特的哥哥说 斯科特有能力进入世界上任何一所顶级大学 之所以来到澳洲留学 是因为在五年前 斯科特在剑桥认识了一位澳洲男友 这位男友从洛杉矶搬到了堪培拉 斯科特为了追随男友才来到了澳洲 警方仔细勘察了现场 发现斯科特跌落的悬崖有90米高 在悬崖上方的地上 还整齐的摆放着斯科特的衣服 鞋子和手表 显然是斯科特主动脱下了身上的衣物 警方既没有在现场发现任何打斗的痕迹 也没有找到任何目击证人 同学和朋友们也没人知道 斯科特最后几天的行动路线 更不清楚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还脱掉了衣服 当时这个北角悬崖算得上是悉尼著名的自杀圣地 经常有想不开的人跑到这纵身一跃 而且如果遇上涨潮 尸体还会被海浪冲走 可能永远都找不到 因此对警方来说 这片海域出现尸体并不算奇怪 再加上现场没有打斗的谋杀的痕迹 于是警方迅速得出了结论 斯科特死于自杀 然而斯科特的家人和朋友们却并不接受这个草率的结论 斯科特的导师更是对警方表达了强烈的抗议 他说在斯科特失踪当天 他还兴高采烈地告诉自己 他攻破了一个困扰已久的数学难题 对斯科特这个数学迷来说 那一天是值得庆祝的一天 他怎么会选择在这一天自杀呢 从小抚养斯科特长大的哥哥史蒂夫也说 斯科特是个既温柔又乐观的人 生活中没有什么烦心事 不可能自杀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他真的想死 为什么会脱光衣服再死 由于不相信斯科特会选择自我了结 他的亲人和朋友曾多次和悉尼警方接触 要求警方重新调查 但每次都被警方直接无视 二十多年后 时间来到了21世纪 警方开始重新重视起斯科特的案件 原因是斯科特的哥哥史蒂夫成为了有钱人 而警方可以说是在资本的高压下 才被迫为斯科特翻案 住在波士顿的史蒂夫 赶上了美国第一波互联网浪潮 他开了一家提供音频和视频文件压缩服务的软件公司 在上世纪90年代 史蒂夫卖掉了公司 赚了第一桶金 之后史蒂夫又开了多家互联网公司 成为了波士顿科技圈有名的老板 2005年 史蒂夫看到一个报道 澳洲著名电视新闻主持人 罗斯沃伦在1989年失踪了 十年25岁 没有发现尸体 但车钥匙在悉尼北角的悬崖上被发现 而悉尼警方当时也判定罗斯为自杀 但在罗斯母亲的苦苦哀求下 一名调查员对案件进行了重新调查 发现罗斯实际上是死于谋杀 而且不光是罗斯 还有另外两名男子也是在悬崖上被推下去的 不过最终 这三起谋杀案至今都没能找到凶手 史蒂夫看完报道之后发现 这不就是他弟弟死亡的那片悬崖吗 于是 他招募了一批调查人员 包括调查记者 前探员和律师 前往澳大利亚进行调查 这支12人组成的专家队伍非常豪华 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史蒂夫也在媒体上不断宣传造势 给悉尼警方施压 要求他们重新调查案子 出人意料的是 在消息发布后没多久 就有至少10个家庭找到史蒂夫 说他们的儿子兄弟也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死亡的 这些死者聚集在80到90年代 他们都是男同心恋 死亡地点都在北角悬崖 而警方给出的死因也都是自杀 这明显不是巧合 这些死者都是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被人谋杀的 当初调查罗斯案件的两名调查人员 也很快联系上了史蒂夫 他们给出了一个重要信息 他们认为这个北角悬崖是上世纪男同心恋的约会地点 并且被几个专门霸凌男同心恋的青少年帮派指导了 很多看不惯同心恋的青少年会组团扫荡这样的聚集点 殴打抢劫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把同心恋推下悬崖也不是不可能的 虽然在1984年 澳大利亚宣布同心恋不违法 但在80年代到整个90年代 澳洲的社会气氛仍然非常保守 同心恋们只能在郊区公园和悬崖这种隐秘的地方会面 1990年 一名泰国男子在北角悬崖上被人用锤子袭击 最后落崖摔死 当时法院指控了三名青少年犯下谋杀罪 然而还有大部分的案子 警方根本就没有去调查 因为很多警察也不喜欢同心恋 而警方对同心恋的厌恶 也让幸存的受害者不敢报警 他们担心会被警察殴打 早在1978年 悉尼的同心恋们发起了第一次狂欢节游行 当时有很多同心恋都被抓了进去 还在牢房里遭到了警察的殴打 所以同心恋们普遍都有点害怕警方 也正因为社会的冷漠态度 让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们肆无忌惮 这些青少年帮派通常不会只打击一个地方 他们会扫荡所有的约会地 包括北角悬崖 他们把这种集体行动叫做导弹 随着案件背后的内幕被不断抛出 2012年 在史蒂夫和专家团队的推动下 悉尼警方被迫启动了第二次调查 推翻了之前的自杀结论 但并没有给出新的死亡原因 史蒂夫对此非常不满 5年后2017年 新南威尔什州警察局局长换人 第三次调查开启 这一次警方的答案终于让人满意了 他们承认 斯科特的大概率是因为性取向 被人追赶或推下悬崖的 警方将重新调查这起凶杀案 并向社会悬赏100万澳元以获取线索 2020年 史蒂夫又加价100万 总悬赏金额达到了200万澳元 相当于950万人民币 也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听说了这起案件 一位叫海伦怀特的澳洲当地妇女 向调查人员写信举报 说自己的前夫就是谋害斯科特的凶手 海伦说 她前夫曾经是青少年帮派的成员 她曾听到前夫吹嘘自己殴打男同心恋的事 1988年 她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斯科特死亡的新闻 当时还问过她前夫 有没有杀害斯科特 而前夫并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说了一句 哦 那个看起来很娘的笨蛋吗 2008年 斯科特的案子再次上了新闻 海伦又问了前夫一次 是不是她干的 这次前夫说 只有死了的男同才是好男同 顺便还嘀咕了一句 那个笨蛋掉下悬崖又不是我的错 海伦当时还回道 如果你追赶她的话 那就是你的错 也就是在这次 海伦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可能是杀人凶手 后来也就提出了离婚 2019年 海伦观看了一个关于同性恋仇恨谋杀案的电视节目 其中讨论了斯科特之死 于是海伦彻底坐不住了 他匿名给调查人员写了举报信 由于当时的悬赏金额已经有100万澳元 因此就有人怀疑海伦是因为贪财才写的举报信 但海伦本人的回应是 可能因为他当时住的地方远离市区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悬赏金的事 所以也不是为了钱才举报的 调查人员收到举报信之后 海伦的前夫立即被逮捕 这个人叫斯科特·怀特 他原本一直否认自己的罪行 说他没有伤害斯科特 甚至还试图从悬崖边拉住他 但在2022年1月 也许是良心发现吧 他多次在罚庭上大喊他有罪 也承认是他把斯科特推下了悬崖 怀特还承认 其实他本人也是同心恋 但却成长在一个恐童的家庭 所以他极力压抑自我 不仅如此 他父母都有酗酒的问题 喝醉后还会怂恿他和兄弟姐妹打架 于是怀特逐渐成为了一个充满暴力的人 还因为喝醉酒打过很多次架 这也导致怀特在14岁那年就无家可归 并多次进过监狱 1988年12月的一天 18岁的怀特在北角悬崖附近的一家酒吧 遇到了斯科特 也意识到斯科特是个同心恋 当时的怀特还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 看到斯科特过得这么好 心里很不平衡 于是就假装自己也是同心恋 在斯科特的提议下 两人来到了北角悬崖 斯科特以为要发生关系 就先把衣服脱了 但怀特却突然开始殴打斯科特 这也导致了斯科特最终掉下悬崖 最终法官认为 因为怀特主动认罪 还有认知障碍 以及从小生活环境不正常 可以获得减刑处罚 加上他已经50多岁 过去15年也一直遵纪守法 因此也不该像暴力犯罪那样重罚 同时法官还指出 这起案子不属于同心恋仇恨犯罪 因为它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 怀特是因为当时难以承受自我厌恶 才爆发了犯罪行为 最终法官判处了怀特最多12年7个月的监禁 8年后有机会假释 然而案件结果公布后 网友们却开始怀疑 这个凶手不一定是真凶 因为整个破案过程没有其他人证和物证 只有怀特和他前妻两人的证词 12年监禁换取200万澳元 相当于年薪80万人民币 对怀特来说比上班还划算 不过不管网友们信不信 史蒂夫一家人对这个判决结果还是很满意的 对他们来说斗争了34年后 终于能将罪犯绳之以法 这让他们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虽然斯科特的案子已经了结 但还有几十起同类案件仍然悬而未决 西纳威尔斯州警方做了一个统计 发现从1976年到2000年 当地总共发生了88起同性恋死亡的案件 警方没有透露有多少案子和帮派有关 不过承认有十几名受害者最终死在了悬崖底和海里 不知道这些人的家属应该从哪去讨要一个说法 好了 看完整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如果你喜欢这类节目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 转播